听障斗士陈坤连天生无法拥有正常人的听力 但他却比别人更懂得施比受更有福 日前他在台中市大多文化中心 举办了一场陈坤连听不见的力量新书发表季正书仪式 让这个励志成长的故事以及他的人生教战守则 能升职在欣欣学者的心中 这本书里面讲到了很多很棒的东西 服务是一种热忱 成长是一种学习 所以说在我们107课刚里面在讲到的 最重要在追求自我实践 成长的那种实践 那能够呢透过励志努力 这个一生打拼 然后呢现在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成绩 相当的不容易 我要让全世界知道说 来自于很有名的听障斗士陈坤连 今天妈妈生出的儿子虽然是听障 但是却最有的成就 所以我想用我的成就来荣耀我的母亲 也这些今天各位的历领 谢谢 我想要回馈我的家乡台中 然后我想捐出这本书来鼓励各个国中的年轻学子 看到我这本书能够就是坚持到底又不放弃 不管人生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或困难 希望他们看到我这本书了以后 给他们新的力量 然后面对人生的眼前的挫折 那挫折每个人都有 然后礼物我都一样 但是一路走来非常非常辛苦 但是我用非常正面的一个态度 来面对人生的一个困境 所以我想藉由听不见的力量 给他们更多的希望 更多的勇气来克服 一个听不见的人 或者是说一个听力障碍的人 到底能不能够把歌唱好 那这本书有提到 在过去的我 就是常常被人家嘲笑 无云不全 或者甚至是觉得我唱歌很难听 但是我想要感动我的偶像清风 所以我就找了一位钢琴老师 跟声乐老师来教我唱歌 那经过了两年的时间 终于大大的突破 光是这个坚持跟努力的练习 就两年才念好一首歌 那就是我只在乎你 藉由这个校园的演讲的方式 唱给他们听 如果说我能够把歌唱好了 那你们有什么理由说自己不行 对就像连我听你这样爱的人都能做到了 那所以我想给他们一些新的感动 就是除了书的力量以外 给他们文字的力量以外 那现在藉由我唱歌的方式 给他们新的感动 就是我耳外在加强练习的一个 呈现这样的听不见的力量 那种感动这样子的方式 建定的心伴我们向前走 借你的记住我们的名 有人出事就好名 我们是用名在打拼 不敢失败万万向前走 我们名不是天主堂 只要用心来打拼 一定唱出我们的名 他给我的启发 永不放弃 坚持到底 所以我带 坚持送给他 鼓励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